茶文化 人们从事茶叶生产的活动方式和产品的总和 及有关茶叶的栽培、制造、加工、保存、化学成分及疗效研究等等 也包括品茶时所使用的茶叶、水、气以及桌仪、茶室等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和建筑物 二、制度文化 人们在从事茶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设费行为规范 如随着茶叶生产的发展 历代统治者不断加强其管理措施 人们在茶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约定俗成的行为模式 通常是以茶礼、茶俗以及茶艺等形式表现出来 四、心态文化 人们在应用茶叶过程中所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 茶艺 茶艺是以茶为主体 将艺术融入生活以丰富生活的一种人文主张 其目的在于生活而不在于茶 茶艺包括两方面 科学和人文的 也就是 一、记忆 科学的泡好衣服茶的技术 二、艺术 美妙地评享一杯茶的方式 中国茶艺之美是属于心灵的美 欣赏茶艺之美是要把自我投入整个过程当中来观察整体 茶艺是指制茶、烹茶、饮茶的技术 技术达到炉火纯青变成一门艺术 广义的茶艺是研究茶叶的生产、制造、经营、饮用的方法和探讨茶叶的原理、原则 以达到物质和精神全面满足的学问 狭义的茶艺是如何泡好衣服茶的技艺和如何享受一杯茶的艺术 当前 多数学者认同茶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通俗地说 狭义的茶艺就是泡茶的技艺 和品茶的艺术 茶道 茶道是蕴含丰富文化内涵的饮茶技术标准 包括 技术之道 仪理之道 修身之道 倡道以和为精髓 以理为中心 以简为根本的茶道核心理念 茶道既是形而上之道 无形无相 天人合一 又是形而下之气 有形有相 皆可缺乏 强身健体 更是一种渗透于各民族世俗生活的文化 哲学 艺术 价值观和美的生活方式 三者的联系 一 茶艺和茶道都是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茶艺是茶道精神指导下的茶室实践 茶艺是一种修习茶道的方式 是一种感悟茶道精神的法门 三 茶道是茶文化的核心 是茶文化的灵魂 是指导茶文化活动的最高原则 我们应该根据茶道精神来从事茶文化活动 一切有备于茶道精神的行为 都要加以纠正 克服 使中国常化事业 永远沿着健康文明的道路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